大家好,我是BTE Drive的高思伟Jonathan,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为大家主题这个讨论环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商务旅行的新时代,人工智能个性化定制及供应商的创新,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几位嘉宾为我们再做一个分享,那我可能先开始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关于我们今天的一个题材了,说到人工智能的话,可能大家可以想到就是 一个聊天机器人呢,据统计现在我们在一个淘宝啊,在那个京东上,在购物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找一个在线客户,那可能已经是超过了百分,可能大家没有留意,但是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已经是可能你在是跟一个机器人在聊天,不是真人,你可能需要按一个按钮才能有一个真人的客户,那这个应用在相遇的情况下,其实也是可行的,包括一个因为 经常如果在一个预订酒店或者预订机票的场景里面,也可以用到就是啊,如果你需要订一些什么,你提出一个问题,然后通过一个 技能的机器人去做一个回复,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呃,在人工智能在相遇,那个行业方面,还有会晤方面,呃,有很多方面的发展,还有应用,呃,一个新的服务,还有一些场景,呃,也是在呃,被开发的当中,呃, 那我们也是可以就是看到未来,就是我们通过总统的科技的一个呃,呃,呃,有一些新的应用产品,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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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能AI方面有一些机器学习 通过不断的一些接收预定数据 机器人其实可以学习到每一位旅客 他们的一些喜好或者习惯 然后可以更准确的提供一些选择 比如说有一个旅客 他们去每个地方的时候 他都会选择当地最靠近他们当地公司的酒店 那机器人可以记住这个选择 然后另外一位旅客他们也可能在他出差的时候 会经常都是住在 每一次都会住在某一个品牌的一个酒店 那当然就是前提是可能要符合公司 他们的一个商旅政策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做到一个 天人千面的一个服务 就是每一个客人他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喜好 那机器人自动可以提供最优的一个选择 那这样的服务的好处其实也是可以提供一个个性化的服务 把成本占最低 那另外呢就是也是提供一个精确的建议 那这样的话客人也不用去 怎么说呢 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去选择 因为毕竟企业的用户公司也是希望他们在用他的时间去工作 而不是说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些商业的选择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三方面都赢的一个局面 然后还有就是聊天机器人的话 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的年轻 特别是年轻人的90后啊 还有就是马上要进入工作场景的00后 那更喜欢的他们不喜欢 他们觉得打电话找人去预定是一个很落后的一个做法 然后为什么不可以通过聊天来去进行预定 那这样的其实好处就是说 随时随地可以也不分那个晚上啊 或者工作时间都有人服务 然后呢还有就是也不用等候 在一些非常繁忙的时间上 特别多人一起改票的时候 那机器人其实是可以马上都可以为多人一起合作的 那像我们在TMC的一个商业管理公司的场景 比如说每天我们一天我们起码回复 可能就光上海北京的一个行程 可能就回复500次以上 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些工作都是一个 可能是我们觉得是一个低价值的服务 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些工作的话可以提高 我们也是对就是几方面满意度啊 还有成本的下降也是有帮助的 好那事不言辞了 我就是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 我们行业里面的嘉宾 为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个 对我们今天主题的一个看法 那我先让他们自我介绍排名分线后 那要么就是Kelvin先开始吧 好的 大家好 然后我来自上美集团的Kelvin 然后之前一直有12年左右 基本都在快销行业 然后应该细分在画杂名行业这边 就是财务这边的工作 那当然对我们来说 可能很直接的点就是管控费用 那就涉及到就是财旅这一块 那所以今天的主题包括AR 包括财旅这一块 也是跟我们这个行业 包括我们接触的这一块 也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很荣幸加入这样一个 今天受到这个花旗的会议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最后谢谢大家 谢谢Kelvin Leo 大家好 我是来自波士顿咨询的Leo 我现在负责大中华区的拆旅的采购 那在以往的这个工作的经验里面 我还负责过就MICE的采购 以及Agent Operation的一些这样的事情 那作为波士顿咨询这样一家 这个咨询公司来讲 我们是在Digitalized 走得非常前面的 我们也是一个market里面 最早用OBT的 这个Corpway之一吧 所以我们是想说 再看看在AI的领域 能不能有一些这个新的尝试 谢谢Leo 李雷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李雷 我是 两周盘这个12年在西达屋 这个集团 以及现在出现的 整个创业的经历 那在西达屋的12年里面 也做过单级酒店 也做过我们系团的这个 管过我们系团的这个公司这个市场 就是商里这个市场 那创业之后呢 也是接触了很多的新的技术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非常地好 在最近这样一个服务行业里面 如何把这个温度的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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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服务 再加上这个AI的这种技术上的创新的结合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探讨的一个话题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你们 黄君 大家好 很高兴 你在这里当时 我是一部的聂 我的爸是有20多年的一个产业的成名 经历经历 然后前世话主要是在那个体系行业 工作 然后也是在那个瑞士多桑 或者在那个学校 对于那个 我们工作来说的话 是一个 通过那个整个一个产业 来带来一些 非常高兴 还能和大家 关心 更换的一些想法 和那个经验 好 谢谢各位嘉宾 那我们就 似乎言行 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 那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想问问几位嘉宾 可不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觉得在近期有哪些科技创新 包括在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了 就人工智能 个性化定制 还有运营商创新这一方面 影响了或者颠覆了你所在的行业 那这些改变呢 就是说 是好 对于你们来说是好还是坏的 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吗 那我们就 先由Kevin这边开始吧 好的 其实 今天这个主题 就是科技创新 包括我们关注的这个 就是AR这一块 那因为其实 我们在快销行业 就是其实 除非于贸易为主题 那这一块就是 当然我们提到的更多 就是我们 涉及到我们主题来说 那我们 首先在这个 就是快销行业当中来说 可能目前还是会 就是 目前目前来说 还是以主题 就是以传统的一个概念来走吧 包括线下 那线下部分 我们会有很多的家门店啊 这种情况啊 包括那个 那不管是代理上还是说 所有的我们的 还有各种 就是销行方式 还是在我们的线上 那线上我们就是说 就是有很多的 像销皮帽啊 或者这种监东啊 这种渠道 那当然就是 这我刚刚提到 就是人工智能这一块 我觉得很多点 可能是说 那会在线上这边 去提前会比较多吧 就是 当然对于我们 这个行业当中来说 那刚刚就是提到的 就是说 有没有说实质性的 巨大的一个改变 那我觉得 目前来说 在我这个行业当中 我目前还没有完全 就是大的去设计得到 可能在线上部分 可能有些大数据的一些 分析的东西会比较多 那可能在 就是在某一个 从消费的层面来说 那我这个产品 那它在 它在某一个渠道 它的一个 消样的情况 包括我对应的客户 它的拼 拼案是我的 就是在我不管是护肤 我的彩妆 我这个系列当中 那可能就是 多大的消费者 那更倾向于说 跟倾向我 对我的每一个 产品系列当中 会更感兴趣 那就相当于说 更主要侧重于说 是一个大数据的分析吧 那可能侧重点 会比较多一点 那 这是一个部分 就是 其实 就是AR部分 为什么 其实我当时也在 在聊这个东西 那因为 最终的体现来说 那我可能在快销 可能它有最深层的发展 至少目前来说 那我觉得它 现在还处于比较 应该是一个初创 或者说是一个 很有潜力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东西 人工智能这一块 但是 看在有些高科技企业当中 或者说像 或者说像一些快递行业 可能早就就是 有种大数据的分析 包括人工智能定位 但是在我现在 这个 这个花商品这一块 或者是快销这一块 其实 它以后的方向 情景的方向 我觉得应该是很大的 但是目前来说 那我们所涉及到的点来说 可能仅仅性上的部分是 还是那以这种 就是看我们看到 就性上这种渠道 包括说对这些消费者的 相关的分析 那这一块是 是比较 是侧重点的部分 不然说 那这个什么样的 零零的消费者 针对于我这个产品 对我这个产品系列 可能是不是会感兴趣 那我可能以后的方向 我以后促销 或以后我的产品定位 是往哪个方向去走 可能这是我更关注的 一个点 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可能 刚刚提到一个 个性化电质 那我觉得说 如果说从行业 跨掉行业 那单纯从猜 就是从猜率这一块来看的话 我觉得确实是比较那个 因为我们之前是走的 就是找了一家 包协程 那最开始公司成立的时候 就自己去订酒店 包括订机票 然后又回来报销 再延伸到这种 我们找了第三方 找那个协程 然后后来 共协程 跟我们合作 然后又对应的 公司的一个标准 费用标准 然后这种就是 把我们按照 我们的员工的一些政策 它的费用标准 按照他们的一个需求 来去执行 这样一个 我们一些差略的 一些定制 然后直到现在 我们做通过中台系统 来更多的去比价 更多的去 同时在除了这种费用的管控之外 那更多要侧重于说 那一个酒精的一个体验 和各个方面 我觉得这些点是我们现在在走的 我其实我对人工智能 其实我觉得它可能确实是以后的方向 但至少来说 目前还没有上升到这种 就是很禅数的一个状态 它可能就像说当时淘宝 030也是一样 可能最开始的时候 可能大家觉得 系上购物可能会存在说不靠谱 可能说会有风险 但是真正意义上来说 可能因为这个当时的费点 所以大家就没有办法去 去那个去信下去 去消费或怎么样 然后后来就倒逼整个行业的发展 所以现在你看 就是从当时的030的淘宝 到现在如今发展电子商务的 这种炫萌式的发展 其实它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想人工智能 现在这个点来说 可能大家就是对这一块 寄予了厚望 但是目前来说 也不是说每个行业 它可能都是已经做到 就是非常非常成熟 但是可能就是以后 接下来的方向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好的 谢谢凯文 然后下一位 Leo 谢谢凯文 我觉得凯文的观点 跟我的还是比较类似的 就是不管是在快销行业 还是在比如说 我现在待在这个咨询行业 因为BCG是一家 我刚才也提到了 是一家非常愿意尝试 这个市场上一些新的工具 和新的solution的这么一家公司 我们也是最早做 用这个线上的 这么一个预定的tour吧 也好 那我们自己公司的 这个online的adoption rate 基本上达到70% 甚至我们在80%这样去扣拢 那我是想说 就是其实在我们的 这个使用场景里面 线上的这个工具 已经基本上能解决 我们大部分的拆旅的需求了 那我们的同事 咨询顾问都非常非常的忙碌 在不停地打call 不停地跟需要做一些 就方案或者PPT之类的 那我们的同事 基本上去做预定的时候的 这个使用场景 有可能就是在车上面 有可能就是在一个会的结束 和另外下一个会开始的时候 或者在吃饭的时候 他可以在手机上面 快快地点两下 就可以把我下一个航班就定好了 或者我下周的这个酒店 我就定好了 所以线上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已经基本上可以cover 大部分的需求了 那我们一到线下 那多剩下这20%到30%的 线下的需求 那就是一些线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我必须到线下 比如说我航班可能改签的时候 碰到没位置的情况 或者我酒店可能协议价没有了 那需要线下的去协调之类的 那我是想说这种特殊的情况 即使嫁接到这个人工智能的服务上来讲 那也不一定可以说 人工智能完全可以解决这部分的需求 那还是得落到这个真正的这个这个就是人工的这么一个service的情况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对目前的一个使用场景的至少对我们公司的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想法 那我觉得是说对于采购来讲 无非就是两点 一个是供应商的管理 另外一个是这个negotiation 那negotiation就是要data 那我觉得大数据的这么一个 个性化的定制也好 包括一些在sourcing或者data方面的帮助 我觉得对对negotiation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也是非常open to discussion 那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新鲜的这么一个technology的这个支持 那我是说在供应商的管理的包括service level的制定 就比如说你把所有的线下的就接听电话 或者帮我们同事去做travel arrangement的时候 你完全交给人工智能 这个我还是有一些些保留的 说实话 那我觉得Kevin说的非常好 就可能未来的方向是这么一个大的方向 但就目前来讲 至少在这个波士顿咨询的这么一个这个practice里面 我觉得至少我们还目前还不会去尝试的去用这么一个新的technology 我们还是就稍微看一看 对吧 看看市场上的发展怎么样 那我分享大家就这样 好的 谢谢Leo 李雷 好的 那么我觉得根据酒店行业 我觉得我谈三点吧 就是科技创新给酒店带来一些机的改变 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机器的确也有了一些成本 特别是人工的成本对于酒店行业 因为我们现在有机器人的送物 还有我们现在有一些 这个未来酒店 用机器来做 我们可以用人在这个前台机器站的 可以用机器来去做能力识别 然后去做整个的一个checking的流程 所以这个大大机器人的成本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AI创造了很多很好的有电路路的体验 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开房门之后 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去打开电视机 你不用用手打开窗帘打开空调等等 所以这些体验还是比较对于互助的客人来讲 还是比较友好的就比较高效率 那现在还有人脸是开门 不再用手自己用门卡 用这一点照一下就可以开客房的门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就是交互提供的效率 刚才在开篇里面也提到了 就是像开房这样一种 有些人比较喜欢的 用聊天的方式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感应所在 那的确是把这个效率提供了 那包括我们 我在创业的第二年也做过一些 和海外就跟一些 用自动翻译的这样一个系统 就是你中国人注定旅游的话 你依然可以用微信 那对方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自动的翻译 那对方说到 他们三个文字 三个语文 那谁方用三个语文字 我们中国人可以说到中文 但是我觉得中文翻译 这些的确是提供了很多的效率 当然在嘴边的场景里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技术的合作 比如说他通过你对你的声音 你这个面部软件 他给你的心情的判断 去发生一些风光 或者说给你选择一些音乐 等等 我觉得这些是效率提供 这是基地的三个点 那我再说一下 我觉得科技可能对目前这些行业 可能比较难改变的 或者说比较无奈的三个点 第一个我觉得 一切永远再去表达人的服务 刚才我觉得凯文 还有如果说谈到这一点 我们再去说 那第二点的话 就是有些另外一个所谓的体验 我感觉是就为了体验而体验 就是做的不够自然 是为了一种 我觉得最最高的还是一种血槽 其实有些时候 说可能真实的需求 真实的需求就是为了做好事 很简单 就不用太去反而主 觉得去大一点这个体验 最后一点就是交互中的这个bug 因为最近是机器 有出现了bug的情况下 其实对于这个体验 对于效率 可能也未必是一个提升 反而可能是一个影响 比如说我们在 进去的产力当中 自己的这个营识别也好 它的这个 营养识别也好 影响会出口 所以门打不开 然后你的这个影响可达的意思 后来被误解了 所以我觉得 总而言 我觉得对这个 对决定的行业 可以穿一个决定的行业 所以沉溺就有非常大的作用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 因为拥抱这些变化 但是也是有一些 是无法改变的 或者说是终于去改变的 就是这样的意见 好 谢谢李雷 洪倩 好 前面三位嘉宾说的都比较那个细节了 然后的话我个人来说的话 那个一半一半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事情的话 没有觉得对或者错 然后就有它的一些可信性 所以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感觉就是产业科技的创新 很大乃其实是缩短的 实际的 也就是我 通常所谓的一个效率 那商务理型的一个经验 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提升 我个人感觉是可以分成两块 然后第一个的话 比如说是主要是 原来的绿皮火车和高铁 原来的技术和罗杉档币 和空气技术 他们提升的全都是 但是 这个是 中间的一个动作 我们今天 聊的更多的是一个软件 科技的创新 然后就目前疫情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其实有一个软件的应用 就是被很大的一个认知度提升 或者是广泛应用 这个就是一个人世纪费的这个 然后在某种程度上的话 那我们相信就是 会使未来的企业的开与的一个频率 它会降低 那随着此类科技进步的一个 其他人组织的全新的摄影 包括是接下来五次的这样一个 那几年前可能好多分次 或者是九次年 他们组织的 他们所谓的敌人 就是一个软件科技 因为当很多企业的 那它就会大量的降低 开与的那种实力 创新酒店的一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 对这些企业来说的话 这个改变不断 但是对我听说来说的话 这个 在变化当中 改变来说 可能可能 这个调态 但我相信未来 因为九次来说的话 更多的 不是说往商务这方面来做 而是要更多的 我们进行化的 其他的一些 因为那个体系里面 和这些转型 那这个是我相信 现在的话 已经看到很多在做 的企业了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看那个 三冠营 和三个字 三冠营 大家知道 第一个 他提到我说的就是 说 丁夏大师 丁夏地区 多久必分 那产业的人工智能 和工商的一个创新 相信将会加速产业 那会出现一个新的产业的互联网的一个 所有的产品 这个也跟所有的产品 产品来说的话 新的一个形式 它成为新的生态的一个 而那个前面说到一个像个式化的一个定制 因为大家对组合的一个个性的这样的一些 一些理解 或者是很好的一些方向 对 来说的话 是越来越多的 我相信 来越来越 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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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 谢谢总军 OK 可能你会要把那个离话筒近一点 因为那个刚才最后的一个声音有点有点轻 好的 好的 那我们 转到我们 谢谢大家的分享 我们转到我们今天第二个问题 那我相信 通过刚才大家分享了技术对于商与服务 企业来说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相信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 替民连 但是牵测到 那 呃 连工智能AI方面 那对于现在的这个阶段 啊 我们商与服务或者会议服务里面 啊 或者走遍 $快 你们觉得到底有没有帮助我们的客人 提高他们的满意度 他的重要性是怎么样 有没有解决问题 刚才像李雷说了 可能有些是为了创新 没有真正的去解决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觉得到底是 有没有达到他的意识解决问题了 提高满意度了 还有他的重要性是怎么样 如果可以的话 只好可以给一个例子 我们这一次由红军这边开始 你先跟我们分享 因为这个讨论点的话 我分了一个感觉 首先第一个 我们想用机票预定来看 是几年前可能的话 更多的是现场的预定 然后就传统要开也在说到 现在来说的话 基本上机票预定的话 都是现场化 然后这些改变来说的话 已经是实实在在 在我们事业目的 以前被大家所接受的 然后的话刚刚前面 我也看到高总经济 开场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场景 所以说 那你既然我需要订一个 这种东西在洛杉矶 然后就能够打出来的话 就是我帮您找到了一些 219块钱的 您也就是在家里客房 是不是需要 是在那里 相信在未来来说的话 人工技能 可以把这种场景做一个实际 但是前面前面 这个家庭也比较一个点 如果总的一些场景来说的话 好像你一间序远还是比较远 原因在哪里 原因是在就是 所有的人工技能 它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这个学习来说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壤 那这个土壤在 气息在科技的这样一个领域里面的话 其实是很大数据 但是在我们这些场面里面的话 这些土壤是相对平静的 因为什么 所有的这些数据是跟上的 没有一个比较的一个数据 分析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会认为每个人计 他们说他一个名字是第二个 是使用我们公司的一个市场 那名字的那个不是这个 就是这种相应的数据 但是他其他的一些数据 因为他希望他就会做一些 参赏的改变 那这个也计算是第二个 在我们来自这产业里面 我非常喜欢用那个就是美航 他就免得再举这个例子 那作为使用者来说的话 他们所关注的就是 大繁为简 越是复杂的事情 越简单就好 刚刚刚高总说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话 我叫一个外卖 我给一个菜 我给一个美航 快速地找到这个例子 但是当时的效果就可以了 所以用者来说的话 我只要几个这样的问题 但对一个系统体系来说的话 对一个平常来说的话 他需要做的是化解 随传 所有的事情在继续的事情 产业怎样是继续的 是有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步 然后是 这样的一步 因为我说 这个需要 所有这样的事情 来把包括 如果是这个问题 没有最终解决之前 那这个产业 很多人以为科技经济来说的话 可能 在想象当中 没有办法 对真正的一个问题 我进行了 不好意思 进行了 谢谢红军 李雷 我很快两分钟讲一个最近的 故事 我订了一下酒店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 他来上海 我是帮他订了一个高端的品牌的酒店 那订完之后 那我是直接打电话到酒店的这个 居定不定的 然后呢 他告诉我说 他你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然后小程序 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通过这个方面去发起这个问题 那后来呢 因为有一些变化 因为他的时间 有些变化 但也很重要 包括他有一些想去 因为他来时和他的这个家人 要加一张小床 就这样的信息 那我就去测了一下这个小程序 那出来的就是这个Triple 就是这种机器人的对话 就像我们很多的预定网站一样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酒店能做到这一步 其实已经很不容易 很多酒店其实还没有开始做这个 我差不多聊了 来来回回 就是我就是要下个床 告诉他下午三点钟 差不多三点钟 他会到这个酒店 就是这么很简单的一个信息 但是 我被这个机器人折腾的 基本上 已经放弃了 对 因为无数次的和我确认 无数次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顽固主要言 他那种感觉 就是大非从论 后来 我还是打了一个电话 找到了决定的前台 这件事情做了 所以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很多很简单 但我想找到一个点 就是 其实有些时候 就是 可能还是一个电话 可能让我更放心 就是这种 有效率的 AI的技术 我觉得可能 在很多时候 让你感到那种安全感 我就分享这些故事 就是还没有 还没有准备好 还没有 ready 好的 Lio 谢谢李总 我觉得分享的这个故事 非常的好 我接着您的话讲 其实对于这个人工智能 对于商旅出行 它是否重要 它是否能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它完全取决于这个技术的本身 能不能满足我们的 expectation 我们对它的期待是什么 那好比说它只能解决你最最初级的需求的话 那我是觉得说它不重要 因为它这些需求 我已经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 我其他的方式已经可以解决了 那对于一个如果 对于一个差旅人来讲 至少如果我是一个差旅人 我最完美的状态是 我有一个秘书 可以帮我解决所有的差旅的问题 我只要告诉他我的行程是什么 他可以自动的帮我把机票订好 他知道我的preference 知道我喜欢做哪个航班 喜欢靠窗还是靠走廊 我的餐食的 我是素质主义者 还是我喜欢吃海鲜的 或者我订的酒店 我需要高楼层的 还是我希望离电梯远一点的 那如果有这样一个秘书 可以帮我把所有的一套东西搞定的话 对我来说是个perfect solution 那如果人工智能 能够就像一个我的秘书一样 帮我解决这所有的事情 那我觉得它非常的重要 我对它有最高的满意度 那问题就是 现在除了老板对吧 有一对一的秘书 可以帮他去解决这些出行的问题 那大部分的差旅人来讲 还是要通过自己去订机票订酒店 那输入自己的每一个会员号去积分啊 或者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 如果他未来能达到了我们对他的期望 那样的来服务我们的差旅人的话 那我相信他对这个行业就是重要的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 Leo 就是比较高的 他能够那能帮我完成这些东西 同时效率很高 那我觉得在这个点来说 他就是重要的 如果说他仅仅是说他这个功能 但没有很明确的是来帮企业 帮我们客户来解决 就是很明确的一个就是现在遇到的问题 那我觉得他可能说在这个重要的点来说 那我就不能去明确他 就是在这个点来说 就是我之前就会遇到一个 那如果我现在去去去去去去福建出差嘛 去泉州 那有一次就这样 就是可能他航班就是进来早餐比较早 那八点多 那去泉州 当时就会因为因为打雷嘛 所以当时就是说就没法去去准时的 后来这个这个航班需要去那个 就是可能需要延误嘛 后来就是我想去改另外一个时段的航班 那这个航班呢 可能说那当时就打电话 去我们对接的这家那个菜类公司 然后去跟他们沟通 但是这个电话呢 他一直没人接 可能因为确实他比较忙嘛 有各种原因 他就是然后拖了大概将近10分钟左右 但是当我打过去之后 那这个他这个提示时间点 就是说他可以帮我改签 但是改签就从换那个航班嘛 到我的整个改签费 其实是比正常标准的改签费 至少多了将近小 100块钱左右 至少多了100块钱 那就很明显一句话 就是说当然 我公司的层面来说 我肯定不会去准备100块钱的问题 但是说明说整个效率方面 可能就是达不到 对企业来说 他增加了更多的客服 他的service的一些 一些staff的员工 他整个man power 是要增加的 但对我来说 那对客户来说 我需要即时性的高效的得到这些需求 那所以在这个点来说 其实可能现在很多企业 他的有一些客服的人员 你从人力 从人员 就改成了就是说 那就是现在所有的 AR人工智能的一些 一些机器人啊 或者他一些东西可以替代 那这样的话 会提高他的一些效率 当然就是我先提到的 就是说 那人工智能 他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他会解决一部分的 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 那比方说很简单 那我就订票层面来说 我改签 我预定时间 包括对吧 相关的一些简单的东西 那我觉得他可以去解决的 当然你不要指望着他 能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核心的 关键的点的问题 如果他能帮我们解决 那我觉得说 他就是对企业来说很重要 当然 对整个商与出行 那也就是 自到这个行业来说 这也是我觉得 之后变化就会很大 那就是 这也是以后的 侧重点的一个方向 那我认为 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好 谢谢 好的 Captain 好 那我就是 谢谢大家 各位嘉宾 我们一个精彩的分享了 那我听下来 就是还是 大家可能觉得 在这一方面 还是有用的 但是可能先阶段的话 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挑战 像刚才也有 你有说过了 技术方面到底能不能实现 我们现在客户的一个要求 你们也举了一些例子 到底可能现在 聊天机器人也没有达出所问 所以还是没有达到一个 可以满足客人 或者解决他的一些问题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 在商与的一个角度的话 就是一个信息保密的问题了 就是说如果员工出差 另外这个系统记录了很多一些员工的一个信息 还有编号 那以后怎么样 这个编号可以带走吗 还有就是这些信息可以带走 或者可以删除吗 那这个还是需要很多的一个讨论了 还有呢就是说 一个可能未来一个投入的一个问题 资金到底我花一个企业 花很多的一个多少的资金去投入这个系统 建立这个系统 然后如果在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方法 这个投入是多少 那这个还是就是一个ROI的问题了 就是说到底我投入跟那个产出 是不是有一个成为一个正比了 能不能解决最终的一个问题 不是光投入了 就是一个坠头的这样子 然后呢可能这些问题都是还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更深入的去讨论 还有大家去研究 那好 最后的话我想各位嘉宾可不可以用一句话去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做一个总结 或者是哪位嘉宾准备好可以先帮我们分享 谁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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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个真真真真真正的一个人对吧 跟你有温度的这样去沟通 我相信说目前来讲是比这个冷冰冰的机器人要更好一些 那解决问题的效率也会更高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新的科技的到来是不可逆的 它永远会这个科技的发展会对各行各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 那作为一个采购来讲我觉得是非常乐于去拥抱这样新的科技 那也非常非常乐观吧这样的科技能给我们的行业带来新的一些变化 好 谢谢 好 谢谢 再问 我觉得新的AR包括人工智能 那这是我们刚刚我们说的很多很多点东西 那真的是对我们日常的生活 包括我时常也会去海底捞然后进餐 他们人工智能其实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就是人工智能东西它做的再好 当然就是说没有人有温度的去服务 那可能来得更贴入人心 但是科技的进步这确实是趋势 这也是以后的方向 那我觉得大家也还是抱着有一种期待着科技的进步 同时那就是说在这个进步当中 那有更多的获得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情况 谢谢 好的 黄军 好 因为我们说这些东西 我们相信每一个产业 其实在未来都会出现一个数据工智 然后以一个工智来赋能产业的系统 然后以产业系统来赋能企业和服务商 然后由此呈现了真实的数据 数据这基础建立新的信用成功 成为一个体系 包括是后续的运用 然后这才是未来会呈现出来的这样的状况 然后我们也相信就是产业需要一个新的一个生态 然后新的生态的话是离不开 然后技术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串联 然后相信未来我们一定是一个 共建 共享 土费 利他这样的一个主权 好的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如果现在我们也听到很多一个 有些无人的餐厅 或者是甚至是无人的酒店 就是说整个酒店 除了就是可能一些清洁人员以外 基本上是没有人的 在大堂没有人check-in 什么都没有人的 那现在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酒店 你会不会入住 你会不会住在这个酒店 如果是还有 你可以说一下会或者不会 然后为什么 那么李雷你先开始吧 我觉得要看场景 还要看我去住的 什么真正 如果我是一个商银客人 我最要求的就是一个舒适的床 是吧 一个很好的热水澡 那我不需要见到很多人 我需要的是效率高效 那如果我是一个度假的家庭客人 那不好意思 我还是需要一些 这个人在大堂里面 给我服务 可以告诉我 大堂在哪里 告诉我 我可以在哪里吃到一顿 这个很好的午餐 然后告诉我 孩子应该哪里去玩 所以我觉得是看场景 然后分这个身份 然后决定是还是不是 OK 就是要看本身出行的一个兴趣 再去决定 是不是住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无人的酒店 好的 Lio 我非常喜欢在李总的之后说话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的观点都非常的类似 因为作为传统的商旅的客人来讲 不过我自己 我可能 比较喜欢self service 就是我自己可以搞定的一切 我不想去麻烦别人 那如果 自己checking 自己可以 比如说通过支付宝 我扫一扫或者干嘛 直接可以登陆 或者付押金 完全可以自己搞定的话 我不需要麻烦别人 我觉得可以到房间里面 提高效率 对吧 可以早早的躺在床上 对不对 所以飞机也很累 所以我还是 我会选择这样的情况 当然 对这个如果是度假的情况 那另外一种 这个场景了 那我们就放到其他的再去讨论 我觉得对商旅客人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好的 真的 我觉得我都已经被前面两位 我该说的话就跟他们说完了 别说了 就是这样 然后因为 因为其实刚刚李总前面说的 那个场景的提起 其实感觉就是 确实就是 说的很对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某一点 就是我在智能商务出行的时候 那我不会去 去那个 我可能不会关注说 社会是到底去做的怎么样 那只要说 所有的一般的东西都能够 都能够做得到 你自己能够搞定的话 那我可能不会去 去打客服 啊 电话什么怎么样去这样 但是可能就像说 我自己比较放空的那种状态 比方去旅游啊 或干嘛的时候 那我可能这个时候 需要人 需要放空 需要 可能这个时候确实还是需要 去跟人沟通 还需要一些 就是 跟 就是有这种 暖夜的这种状态吧 就是说这种 跟人沟通这种服务这边 可能还是会 会设计到这一块的 就是 以完整来说 你都是那种 自己来来做 可能我觉得 就是 就是 就是现在我们 中国人的这种状态当中 可能 一时可能很难去接受吧 但我相信 也许 恩宁以后这种 已经习惯的这种状态 至少现在 从传统的概念来说 那可能还是会 希望有这种 社会式的这种 服务在里面 嗯 好的 谢谢 宏君 宏君是非常完美的 阐释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没有任何要补充 我完全有 嗯 好的 好的 那 那我觉得最后就是说 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 另外一些观点想提出 在我们结束之前 嗯 我 我 我聊一下吧 因为其实我刚才前面提到的 就是说 那在 在这个行业 大行业里面有太多了嘛 细分行业里面 至少在快销行业里面的话 就是我 我在说 那人工智能 AR这一块 那之后 能帮助我的点 是 能够彻底改变这个行业呢 那我觉得 那就是 可能还是说 如果说 那现在我 那无非 嗯 大个行业里面来说 那有些 涉重于线上 有些涉重于线下 那对我们来说 可能 线上和线下 都会有设计 那大数据的分析 对我们来说 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 因为像阿里一样 它有了大数据分析 它可以在做 整体策划 整体的一些营销 各个方面来说 去更具有针对性 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那对我们来说 其实也是需要 为什么 除了我们的 所谓的产品 那我要到每个 每个渠道 市场里去走的话 那我要看 我真正意识上来说 对我 更 卖得更好 我销售更好 我的毛利更高 对吧 我的各方面来说 营销层面来说 我可能我获益 更高的一个层面来说 那我通过大数据的分析 对我来说 可能是确实 会更加重要 真的是这样 那我相信来说 那不仅是在FMCD 还是说其他的行业里面 那真的是说 那有了大数据的分析 有了真的 以后人工智能的 这样一些进入 那针对性的进入 有个性化的进入的话 那我可能 对所有的行业都有影响 只是说那这个影响 到底有多大 那可能是说 只是说这个层面很多 那肯定之后的影响 肯定是有 我相信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包括 那我们在做这一块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们也希望说 我细分品类 细分SKU 细分所有的东西 那我如何在这个 还有我的竞争对手 是什么的情况 其实现在很多企业 都会找consulting去做 但是如果真的人工智能 到了那一步的时候 很多东西其实 其实就像说 我现在去找开拓市场的时候 那现在有谷歌 有百度 有其他的地图 那其实现在定位 是越来越清楚 我都可以知道 在半圆一公里之内 我为了期待目标有多少 我可以定定哪些 是我已经拜访过 哪些没有拜访过的 哪些是我潜在的客户 真的是作为大数据时代 物理网 真的以后趋势真的是很大的 我觉得真的是以后 也是一个趋势 是 好 谢谢Kevin 我想提醒一点 我觉得Kevin 启发了我 因为不同的行业 对于AI的支持 他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 像Kevin的快销品的行业 比如像我们咨询行业 咨询行业的出差 主要是以项目为主的 就Project Base 可能我在一个地方 一待就是两三个月 那我飞那边 或者是从主要的城市 上海北京 我飞成都 比如说有个项目在成都 那酒店也是一住就住好几个月 所以它的像这样的情况 比起传统的制造行业 或者传统的消费行业 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是说AI的发展 包括对整个商旅的行业的影响 它还是得细分到不同的这个产业上 不同的 这个是其实是更重要的一点 而不是以偏爱全 我发展了 我就大家都好了 完全不是这样 还是要细分 对 就我的一点点想法 好的 谢谢 谢谢 作为那个进行的来说 我想就是 请教一下特别的量 因为作为那个系统来说的话 就是大家的这样一个 主要是通过系统的 这样一个操作 这些数据的话 都可以在团变下来 但是 有一个点 就是刚刚李耀宁说的 你还挺希望 可以那个技术 可以帮你清理出来 你这些使用 那些相关的使用 然后可以给到你一个 一个最深度 那这样的话 就牵扯到您的个人 你这些数据 是不是可以对这些公司 所用 如果是你自然 你这些数据 在这些公司 所用的话 那这个结果 就不可能出现 如果你想要这个结果的话 那 所以这个可能更相关的那种法律 或者是隐私条例 需要更多的去讨论 还有立法 对 因为像我们 其实对PII information 是非常非常的care 包括乌盟也有新的相关的法律 在那边 所以我们自己公司的practice 是如果员工已经离开我们公司的话 我们会完全完全delete 他所有的information 包括ID preference 那个membership等等 所有的我们都会delete 这也是我们Global的要求 对 我们也会时不时的做些audit 对我们的工程上 这个是非常非常严格 是的 是的 我们接触的客户都是 关于GDPR或者其他人一起成立 在国外的都是 中国的都是非常严格 好的 那如果没有其他的话题 需要补充的话 那我们就 谢谢大家今天精彩的分享了 就是感谢各位 然后我们后面可以 在就是在深入的 如果的可以联系方法 可以提供给大家 如果需要一些提问 我们也可以安排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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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